非常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华美人文学会的这个讲座系列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一如既往请到的当然也是一个大家 他就是来自于清华大学的这个著名的学者沈教授 那么他今天所讲座的呢也是一个文化大家 就是那么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我们的就是发布的一些活动安排 就是这个陈寅雀教授 那么这个陈寅雀说起来呢 为什么说这个今天又由我们的沈教授来讲 因为大家知道沈教授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那么陈寅雀呢他也是在当年被誉为清华的这个四大导师之一 因为我个人呢在来美国之前是曾经在中山大学工作的 那么大家可能对陈寅雀有一些了解的话 也会知道陈寅雀在他的晚年其实都是在中山大学任教 然后来结束了他的这个整个一生 非常光辉的精彩的一生啊 那么在我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时候 每天在往返南北门之间 其实每天都要经过陈寅雀故居的 当然呢就是对陈寅雀当时的了解我相信还不足够 所以今天对于沈教授的讲座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抛砖你遇到这里 下面我们就请出来我们华美人文学会联合主席何勇老师 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沈教授 以及隆重的请出沈教授 那我再次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那个专题讲座 特别是要欢迎纽约以外和国内的朋友们 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 是中国这个一代学术泰斗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 也是世界汉学第一人的陈寅雀先生诞成130周年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这位大师啊 具有特别的意义 那么这两天呢国内啊举办了不少纪念活动 我看到这个这个讲演人啊 对他的这个战狱之声啊 用的都是这个形容词的最高级 有的学者啊就称这个陈寅雀为这个中国近代最伟大的 最具人格的学者没有之一 是吧 那么对于这样的评语啊 我们大概只能同意不能反对 因为那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师们啊 对他早有这个定论 比如说那个傅斯年曾经就说过啊 说这个陈先生的学问啊近三百年来是一人而已啊 那么梁启超曾经说过啊就是说我梁某人算是这个著作等生 但是总共啊还不如这个陈先生的聊聊数百字有价值 那么我们现代的名家啊就是也来过我们这个华美写经社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个季宝成 他是这样说的啊 他说毫无疑问 这个陈寅雀先生啊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封碑 令人这个高山养子啊不胜尽目 是吧 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啊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沈维荣教授 作为我们今天这个纪念活动的主讲人啊 我觉得他是最佳人选 因为沈教授啊是我们中间啊跟这个陈寅雀先生啊走的这个最近的学者 那么我这样说呢是是因为啊他们的这个学术道路啊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那我就列举几点吧是吧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陈寅雀先生呢当年啊在德国留过学 那么沈教授的博士学位啊是在德国波恩大学获得的 那么陈先生在哈佛留学过两年 那么沈教授呢在哈佛也待过一年半的时间 他们同在一个系研究的这个范围啊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陈寅雀先生呢以史学家而闻名 而沈教授啊也是历史出身 在南京大学这个历史系啊读的这个学士和硕士 现在研究的领域啊也是语言和历史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陈寅雀先生啊 当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那么沈教授啊现在是清华人文学院著名的教授 他们做的事情呢都是这个同一范围的 那么陈寅雀先生啊留学多国啊 就是达十八年之久 所以有人说啊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 但带回中国的去啊带回中国的却是这个东方学 那么他对佛教这个典籍和边疆史啊 有深入的研究和住宿 并在清华大学啊开始过这个佛教研究课程 而这个沈老师啊是在德国读的博士 带回中国的呢在很大程度上啊也是东方学 所以沈教授也是佛学专家 他现在的研究领域啊是这个西域语言和历史 特别是西藏历史 佛教和汉藏佛学的比较研究 那么我最后要说的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他们两位的智学理念非常一致 那么陈颖确先生呢一贯主张啊 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而沈老师呢也一直倡导独立的思考和这个诠释 我觉得他们都是这个就是独立思考 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看东方 我们在那个讲座的宣传材料里面啊 已经详细的介绍了沈教授 我这里呢就不多讲了 我们下面呢就把时间啊 让给沈教授 现在我们就隆重的欢迎沈教授出场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两位主持人对我的介绍 也特别感谢这个何老师和这个你们的学会 邀请我和大家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做交流 刚我听了这个刘畅和何老师两个人的 对你们学会的介绍和对你们过往活动的介绍 和你们对陈颖确的了解 我都感觉我都有点不大敢讲了 这个因为以前你们你们请的那些都是鼎鼎大名的 这个这是中国的最著名的这些文化人 而且大家对这个陈颖确的这个期待 也确实是非常这个跟国内一样 就是我们把它当成这个世界汉学的第一人 把这个当成整个中国文化 在近代以来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无可超越的封碑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可能一回会让大家会有点失望 因为我是只是想来谈一下 作为一个学者的陈颖确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 他的学术成就在哪里 那么他的这个就是 为什么会他有这么大的学术的影响力 就是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我是来解构陈颖确这个神话的 当然我对他的这个学术同样跟大家一样是敬仰的 但是我想从这个学术的角度来对他做一点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正像这个刚才何老师介绍的那样 就是说我自己也是一个跟陈颖确一样 在有很长时间在海外游学的这个经历 而且甚至这个游学的时间比他还长 那么而且他在哈佛和在这个德国留学的地方 都是我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认为我对他还是有一点这个比较了解的 所以我今天斗胆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陈颖确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 就变成了一个中国可以说这个一个极出的文化英雄 大概从应该是从1990年他有一本书 叫这个是叫陆建东的一位作家 他写了一个一本书叫《陈颖确的最后20年》 所以这本书一出来以后 大家对这个在整个国内掀起了一个陈颖确的热 然后到现在实际上一直都这个热还在 但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陈颖确是个神话呢 因为我们大家谈的 基本上都是陈颖确学问以外的东西 对他的学术真正有人去看他的东西的人很少很少 因为我自己我是1980年代在南京大学读书 我读这个蒙古史读原史 那个时候老师就让我们看陈颖确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自己读这个对陈颖确非常崇拜 就是他什么都都懂 但是实际上陈颖确的学问在当时 并没有受到大家的推崇 因为他人家觉得他这个学问太老了 而且都是考据之学 所以很多人并不把他当回事 但是很快到了90年代的时候 一下子这个陈颖确还有他的另外他的当时的清华国学院的同事 王国为就变成了中国这个整个现代学术的 人文科学学术的第一号第二号 number one number two 这样所以整个开始了对他们的整个这个这个造神的运动 所以我到现在我一直在在考虑 就陈颖确怎么会被就是我们捧到今天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中国学术number one 甚至是一个无可超越的这个封碑这样一个一个位置的 想了很多 就确实是这个因为大家刚才刚才这个何老师也说了 他说这个梁启超就梁启超对这个陈颖确的评价 他梁启超说他我写了好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 他知道梁启超是当时这个一个一个思想家 甚至曾经是一个维新的革命家改革家 也是一个伟大的学者 住住等生 可是当时陈颖确要到清华大学被聘为四大导师之一的时候 实陈颖确他没有一个学位 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 可是他能够当上这个清华的四大导师 就跟今天大家知道这个要在清华当个教授也很不容易 现在如果二十年前 如果你哈佛毕业的清华一定聘你导师 聘你当教授 但现在哈佛毕业的他一定当得上这个 不要说当教授甚至连博士后都不一定能够当得上 可是当时在陈颖确他没有任何学位 也没有发表论文 所以当时就这个梁启超说的 说这个跟校长说这个我写了这么多东西 还不如这个陈颖确聊聊几百字或者聊聊三百字 但实际上在梁启超就是说推荐陈颖确去当这个清华的导师的时候 连陈颖确连三百字都没有发表过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传说 所以一直我在想为什么这个 在当时有很多这个 包括在清华已经有很多很著名的学者了 很多也是哈佛毕业的学者 为什么这个居然他们都当不了这个四大导师 所以陈颖确一篇文章都没有 也没上过一堂课 一个文凭都没有 为什么可以被 聘上当四大导师 大家知道当时做没当上四大导师 做助手的助理的叫李济 他后来是一个伟大的考古学家 他当时就是哈佛毕业的博士 可是他们不是导师 只是这个这个助教或者讲师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 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陈颖确 他从一开始 就是他还没发表一篇文章 每年一个学位的时候就名满天下 所以这个他的这些这个神话 是作为一个人 或者作为一个学者的这个神话 实际上跟他的真正的学术 并不是完全挂钩的 所以后来我研究 我说这个大家知道这个 马克斯维伯已经讲了 这个人有这个charisma 就他这个有非凡的魅力 这个非凡的魅力怎么来的 实际上他说有两种这个魅力 一个是就是这个 Divinely Conferred Charisma 实际上就神兽的天生来的 这个我想这个在这个陈颖确身上 也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因为他的他的家族 就中国人对一个最后的贵族的 一种想象和期待 所以在陈颖确身上起了作用 因为他的这个祖父和父亲 都是当时的名人 祖父叫陈宝珍 是河南的行妇 是微星变发的关键人物 也是个失败的英雄 后来被这个清朝皇帝割职 然后这个永不虚用 他的父亲这个陈三丽 是一个微星的四公子 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 这个学者 所以整个他他从家 从一个大贵族 从一个两湖这个巡浮 到最后变成到他第三代 就变成是一个 以学术这个传世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在这里边 就是说这个对陈颖确的 这个他的起了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我们对一个最后的贵族的 这种这种期待 当然也是我们对中国人对一个 传统上对一个像魏晋 这个民事的期待 对一个天才 说说天才的期待 就是你看这个人 陈颖确在海外这么多年 他很早 就是小时候 这个他 实际上他大部分都自学的 小时候就很小的去日本留学 跟他的哥哥 后来是日本留学 因为日本他跟鲁迅是同学曾经 但是从来不提 后来他又回到这个复旦 复旦工学 实际上是中学 后来又就到欧洲 再到美国 再回到美国 再回到欧洲 所以他一直在留学 到处留学 这个人已经有很大的名气 可以说要这个他的 实际上他在当导师 就回来当大教授之前 他发表过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不是文章 是他给他妹妹写的一封信 在这妹妹的封信里 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跟我们一般的三代农民的人 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就叫他妹妹 要去为他筹集万两的银子 万两或者是大洋 一万到两万 要给他买什么书呢 要给他买藏文的大藏经 要给他买蒙文的书 为他买满文的书 你像那个时候 就是说民国时代 这个中国教授 最好的教授 一个月可以挣到一两百个大洋 但是一般普通的人 这个拉黄包车的 拉这个做苦力的一个月 几个大洋 他要叫他 叫他妹妹说 你给我筹集两万个大洋 我来给他买这么多书 然后他说他要做什么样什么样的学问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在这边就是说 这个我们在他可以说 他在学书成名以前 就他自己还没有写文章 还没有教书以前 他以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天授的这种charisma 和他自己的性格上的charisma 像一个名是他也不结婚 所以在当时你看他结婚的时候 1928年他38岁才结婚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少见的 所以我觉得他在他身上 就是说是 是他的这种学说神话 开始于学说以外的东西 就开始于他的家族 他的个人的个性 是这样 怎么又不能动了 这动了 这也是他这个父亲和这个祖父 他父亲后来也是就到1937年 这个日本侵略 中国他坚持不愿意 这个就是这个逃难 就是他饿死的在北京 对他这个家族 这个 所以陈云雀的基本的这个生活 我就先给他在讲学书以前 就是说他1990年出生 然后呢到这个1926年 从海外这个回来 就担任这个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 四大导师之一 国学院的后来是清华大学 正是成立以后担任这个中文系 和历史系的双和平的教授 一直到1937年 所以他整个他前十年的学术经历 他是在这个北京 那么到二三千年以后 开始这个逃难 他先是去了杭州 不杭州香港 后来在这个中国的南方桂林 那一带最后到了又到了这个云南 到这个西南联大 那么到后来这个这个中间 曾经这个英国的牛津大学 聘他要去当这个汉学的教授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眼睛已经开始出问题 所以他后来最后没有应聘 那么再回到国内 最后他就留在了岭南大学 后来是在中山大学 所以他晚年就在这个中山大学 这个当教授 就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刘昌 讲的 他经常在中山大学的时候 经常会见到这个 他的这个晚年所住的这个康乐园 那么为什么这个 我刚才说这个 他到现在 这个就是说这个 还是一个神话 这里边就是跟刚才这个 何勇老师提到过 就是说他的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这个 他是为纪念 这个王顾为先生 这个说的一句话 他就说这个学者 要有独立之思想 自由之精神 所以他到后来这个解放以后 曾经当时这个中国 成立科学院 科学院后来就分出来 这个社会科学院 但是中国科学院的时候 要建立历史研究所 所以当时要 他们要成立一个是上古史 一个是中古史 然后呢 这个中央就提出来 要请这个陈英雀 要来当这个第二所 历史第二研究所 就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 然后这个 陈英雀先生就给 这个中央写了一封信 他就 意思就是我来 可以 但是要有毛公 刘公 就是毛主席 刘少奇主席 给他专门写一封信 说可以保证 和他自己 和他手下的这些人 不要学马力 不用上政治课 这样的话 我才到北京来 不然的话 我就不来 最后当然这个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后来就 没有到北京 他一直就留在了 中山大学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9年 他就年老 因病就去世了 所以但是在 在这一段 这个给他 我们到我们今天 可以说一直是 为什么这个 整个我们 一到现代 或者一到当下 我们对陈英雀 这个这种纪念 或者对他的崇拜 越来越 欲言欲立 就是因为他独立制思想 和自由制精神 不为权贵 他觉得 必须要有这样一种精神 哪怕 也去当所长什么 我都根本不理 而且对当时 毛主席刘超级这个权威 对马力主义这个权威 他根本不理会 这个一点 就到我们今天 为什么会对他 越来越敬重 跟这个非常有重大的 这个原因 但是这里边就是 当然很多 实际上是我们后人 对这个陈英雀的 作为一种 就是这个 马克思维伯讲的 这种理想型 这个学术人 学术大师 一种理想型的 ideotype 这种理想型的 一个伟大的学者的 这种期待 想象和设计 都把它放在他身上了 实际上他这个 他并不是 就是这个 他包括待会儿会讲 为什么叫独立制 思想 自由制精神 实际上他这个并不是一个 一个政治的一个范畴 那我今天讲 讲座的题目 是陈英雀与语文学 他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 大家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就什么是语文学 但是我想在你们 很多在西方学习的 可能都知道 叫philology philology是语文学 而今天就是我们大量的 大部分人谈陈英雀的时候 都是从这个 就是思想史的角度 从这个政治史的角度 或者甚至从政治立场 世界观的角度 去谈陈英雀 但是这实际上都误解了 陈英雀 作为一个学者的陈英雀 所以陈英雀本身 他是一个语文学家 是一个philologist 他所学的和他所做的研究 像大部分的和政治 和这个思想是没有关系 和哲学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就是说这个 他读的是什么 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想陈英雀 实际上有很多的神话 都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学术不了解 第一个就是说陈英雀 懂是一个语言的天才 懂多少种语言 但实际上 我们神话一个学者都那样说 后来我们神话 这个季先林先生 也说他懂几十种语言 说陈英雀 陈英雀确实懂很多语言 就是说这个英语 德语 法语 日语 梵文 巴黎文 藏文 波斯文 突厥语 就是叫古灰护文 蒙古文 拉丁文 这个希腊文 他可能多懂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并不是说一个好的学者 你就是懂很多语言 也并不是说 就是说这个你懂很多语言 你就是一个好的学者 实际上陈英雀 并不是 并不是 就是说他真正他用到的语言 很少 你说他这个 就很多人问我说这个陈英雀 他在世界学术界有什么地位呢 我说陈英雀应该说没有很大的地位 为什么呢 没有很高地位 他没有用 自己用英文写过一篇任何的文章 他又发表过两篇英文的小文章 就是在哈佛 这个哈佛的 哈佛的 亚洲研究杂志 他两篇文章都是人家给他翻译 而且讲的都是唐代的文学 就韩语于唐代的小书 是不是这样 所以陈英雀他确实懂了这些语言 他也用这些语言来做他的学术的研究 但他并不是一个语言的天才 就待会会讲 他不像赵元任 赵元任先生 他是一个非常的语言的天才 那么为什么就是我们就当时说这个 这个我刚才说了 我说清华大学在陈英雀去的时候 应该说这个已经是这个大师研究 有很多人是拿了哈佛的这个博士 拿了克林比亚的博士 拿了德国的这些博士 为什么最后这个陈英雀说是教授的教授 就当时说这个有个传说 就是这个吴密先生在清华 这个跟一帮他同事 因为吴密是哈佛的教授 自己是哈佛的这个博士 所以他就跟人家在同事聊天的时候 在我们清华院里边 这个年长的这个陈英雀 这个年少的这个千宗书 我们其他人都不够耳耳 说这个教授的 所以他说他是教授的教授 说他上课的时候教授们都去听 实际上这我想这都是神话 为什么呢 后来实陈英雀自己的弟子们的这个回忆 说陈英雀上课开的课 开到后来都没人去听 为什么呢 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都不懂 所以一般人说这个一个学者 一个大师 他的这个charisma怎么形成的呢 他是一个是叫productivity in publication 就是出版的生产力 要出版很多东西 第二个是appealing in teaching 在这个教学当中他要有这个魅力 可是这两个实际上陈英雀都没有 就因为他到他第一篇发表文章是他当了清华的教授 第二年 1927年才发了一篇短的文章 这是他第一篇文章 所以他他根本就他教书 学生读书听不懂 包括后来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大教授周一良他们 他说我这么上课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写一会儿写这个文字一会儿写那个文字 我们都根本就不懂 所以他那些课后来都开不下去 所以他显然他的这个魅力他不在那里 那么他的魅力在哪里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这个谁陈英雀自己讲 他说他做的学问是一种不古不经 不中不息之学 所以这句话以前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这个解读陈英雀的人有很多的解释 就从他对他的思想史的角度来解释 说他是这个在他的思想是在这个 这个曾国藩和张志栋之间 所以他所以他这个或者他这个不古不经 所以他是研究隋唐史 是不古不经这样的学问 实际上这个多不识 他的学问为什么是不古不经 不中不息之学呢 实陈英雀先生他自己的 对他自己的学问的一种非常自信 或者说非常自负的一种一个statement 就是我做的学问是什么 不古不经不中不息 但是呢实际上是一古一经 一中一息 所以我比古人惊人 比这个这个东方西方我多厉害 我是读一word 这实际上是就他的这个学说的神话 实际上从这个地方来的 他为什么 就是如果说这个一个 一个当时一个中国学者 一个老的学者 就是我们说当时说张太炎吧 张太炎这个傅斯年他们看不起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是中国太传统的学问 你是这个经学的这种学问 就是我们如果做汉学 这个做中国的学问做得最好的 那就是这个钱大兴了 钱家学派最厉害的 还有超过钱大兴的吗 就是说这个 这个说陈颖确超过钱大兴 他读这个汉文的文本的能力一样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 刚才何老师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傅斯年时候 这个300年第一人 或者唯一的一人 因为他这个读汉学 他可以跟钱大兴一样 但是还有读西学 钱大兴都不懂 这个这个陈颖确懂 但这个西学实际上并不是 真正研究西方古典学的 不是研究这个Western classics 如果说你是研究这个 这个河马史诗的 你是研究萨斯比亚的 这样的人有很多做这个 他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 没有很大的学术地位 在中国 因为中国对这个东西太陌生 太不了解 所以他们当时最看不起的人 就是这个 很多这个留学生说 你到这个北京 讲这个萨斯比亚 你到伦敦去讲红楼木 他觉得这个是最没有意义的 那么最好的学者 就是要像陈颖确这样 不古不经 不中不息 实际上一古一经 一中一息 那陈颖确学的什么呢 为什么说他这个 他是一中一息呢 实际上他这个学的 就是他 就他学的学问 正好都是 既不是中国的 也不是西方的 但是呢 又跟西方大嘎 又跟中国大嘎 所以他是处在一个中西之间的一种学问 他实际上学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他学的是印度学 学的是佛教学 学的是西域 就今天讲的中亚或者欧亚的各种各样的语文学 所以他是学的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的这个学问在当时 没有一个中国人像他这样做学问 所以他真正的着眼点 他研究的东西都是中国的东西 但他把整个这个中国的或者我们汉学的东西放在一个 一个就是整个亚洲或者是整个世界的这个学术语境当中来做研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是一个做什么样的学者 就是说为什么是我敢讲这个 敢来讲陈英雀 因为现在讲陈英雀特别是要 要来解构陈英雀的神话是要点勇气的 现在因为谁批判这个大师 或者是或者对他没有那么那么这个这个无穷的扒高 这都会受到人家的批评 但是我敢这个今天给大家这么分享 就是因为我对他这套学问 我是有理解的 为什么呢 你看陈英雀主要的留学地方是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哈佛大学 在哈佛大学 他当时他在的时候 那个哈佛大学那个系 叫Department of Indian and Sanskrit Studies 就是这个陈英雀在留学的时候 他的那个系叫Department of Indic Philology 是印度语文学系 那这个系后来改成 这个就1951年改成Department of Indian and Sanskrit Studies 就变成这个印度和梵文研究系 到这个新世纪以后就改成 Department of Association Studies 叫南亚研究 陈英雀在的时候是1919到1920年 所以我曾经在1999年 和到1999到2000 后来2010到2011年 我在那里待了一年 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曾经在那里学习过 当时做这个访问研究 那么对这个系的情况非常了解 那么他这个系就是从最初 他就是做印度文语 就是梵文和巴黎文的这个教学的 所以他的这个导师叫Charles Lemon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梵文学专家 所以他是研究匪陀的 而且他的一个最大的学习贡献 他就是编了一套繁文的这个教材 读本到现在为止 西方人学这个繁文还用他这个教材 当时他曾经去跟他学 大家看到最近就现在在哈佛 厌经学社的副社长 就李若宏这个老师 他也是这个系毕业的 他是藏学这个博士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冰天雪地里 给陈英雀往医院送试卷的老先生 就这个老教授 当时陈英雀可能当时19年 19年的时候 20年的时候 当时也是西班牙这个这个这个 Flu Spanish flu的时候也是疫情的时候 所以陈英雀病了 是不是得了这个西班牙疫情不知道 所以当时这个这个老师很负责 把考验送到他医院里去了 然后给他考试 但是我想这个还需要考试的 这个这个这个学业 都还是是相当初期阶段的 所以陈英雀实际上在 在这个哈佛上了大概 不到两年的课 他基本上就在学梵文和巴黎文 所以他到后来做的研究 跟这位老师没关系 他没有真正去做语言 而陈英雀这个学的最多的 他做的笔记 他实际上是在德国的这个 德国就当时叫柏林大学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柏林大学 是红堡大学 所以到后来1948年的时候 东西都分裂以后 西德在柏林建立一个柏林自由大学 所以原来的柏林大学就变成了 改名叫红堡大学 是在东德的境内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非常非常就自由大学是一个新大学 所以他当时读的书是 是红堡大学 而且在当时他在的那个研究院 叫亚洲研究院 现在还叫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 所以我从2002年到03年 我曾经在那里代理过这个藏学的教习 这个一年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很熟悉 所以他曾经去在那里学什么的呢 所以他第一个最主要的 他还是学印度语梵文 所以他当时就跟着这个教授 叫Henrich Ludus 这个是当时一个欧洲 非常有名的梵文学家 所以他的同学是谁呢 同学就叫Ernest Weidschmidt 这就是季心灵先生的老师 是后来他们两个都 后来都变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梵文佛教文献的研究专家 他们主要的做的就是来这个处理 当时德国这个德国人 所以他所谓的考察谈 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这些文化侵略者 在中国当时在这个新疆 土鲁梵所发掘的大量 所得到的这个梵文的这个佛教的产本 所以他们俩是研究这个的 所以陈颖雀就在那里 整个就三年多时间 五年时间整个 一直在跟他们这个读书 但在与此同时呢 就陈颖雀他除了学梵文以外 他当时跟着这个在柏林的 在柏林大学就是洪宝大学 和在当时德国这个柏林民俗学博物馆 现在的这个东亚艺术博物馆 保留了就当时这个德国考察 就是这个远征队在吐鲁梵在灯黄 所抢去的大量的这个文物 这个其中包括这个这个文本写本 和包括这个这个大量的艺术品 所以到今天你要去看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原来在新疆的这个壁画 现在在新疆已经被没有了 但在这个民俗学博物馆 东亚艺术博物馆有很多 他们整个把这个墙壁都拆了 把那个那个整个这个研画 他把连石头都全搬去 所以潜在那里 所以他当时陈寅确除了这个跟 这个这个学梵文以外 他跟着你看我这边列了一批 在当时的这 都是非常有名的教授 就这个这个学各种各样的文字 他跟这个弗里德里斯·姆勒勒 这个学古代回护文副教文学 他是这个世界第一号的专家 跟这个Albert von Lecoq 学突厥学 他也是参加这个德国眼镇经 就在中国抢东西的这个人 然后跟这个这个这个 Eilish Hennish 学汉学 蒙古学满学 实际上学蒙古学满学 然后跟这个这个德国第一任 就欧洲第一位藏学教授 就跟我们学学 就是这个把这个圣经翻成藏语的 这个这个August Frank教授 学藏文 还有这个Becker 还有这个Albert Greenfield 学映藏佛学 和这个这个其他 就是这个 曾经另外一个 一个叫Anna Ben Hardy 学西夏学 他为什么会这个西夏学呢 因为当时这个 在八国年经的时候 就薄熙和 我待会讲到这个 我们这个薄熙和大师 就世界第一号的汉学家 曾经当时在二十几岁在参加这个八国年经 这时候打北京 最后在那个北京的今天那个白塔 白塔里边是个西藏的塔 里边去抢夺到了一整套的西夏文的法华经 最后他们三个人 最后每人分两卷 最后薄熙和放弃 给另外两个人 每人三卷 所以拿回去 拿回去这些人就开始卖 其中的有一个人就把 其中的三卷就卖给了这个 柏林的这个这个民宿学博物馆 就当时有一个人 实际上也是汉学家 叫安娜·贝纳哈迪 他就开始读这个西夏文 来解读这个法华经 所以陈颖确 你看他除了跟这个印度学 学家学以外 他学的整个这一套东西 就叫 在当时就叫中亚语文学 这个中亚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中国人讲的西域 这个这些文献 所以他回护文 蒙古文 藏文 满文 西夏文 他都学过 他都懂 所以他这个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这一套学问 整个都是他这个 在西方学来的 你看他这些老师 因为待会我还会提到 就是这个 当时他都曾经跟他学过的 这些老师 所以当时柏林是世界 可以说这个西域语文学 或者中亚这个历史语言学的 最好的地方 当然汉学是巴黎最好 是这个因为有薄熙和 我在后会讲到 这个 所以他学了这么多东西 那么陈颖确的这个学问 为什么好呢 就好在哪里 为什么这个人家 人家对他这个 这个这个那么推崇被制呢 这里边实际上就是这个 我们来怎么理解 这个中国的学问 就我们中国的学问最早 就是这个是 说我们汉学嘛 钱家汉学 这个 钱大兴非常了不起 很厉害 但实际上这个 这只是 就是我们这个 中国学问的一个部分 因为中国的学术里边 就我们汉学里边 有很多 实际上因为中国从 很早就开天逼地开始了 从秦汉就开始 中国这个汉人从来是和其他民族 在一个不断的互动 就互相互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而且在很长时间内 中国都是不是汉族统治的 有很多外族的统治 或者说你看从这个汉的时候就有匈奴人啊 后来有突厥人啊 后来有西藏人啊 蒙古人啊 这个满洲人啊 这个女人啊 一批就 如果你只懂我们这个汉文化 你是没有办法研究 真正的这个中国文化 中国的甚至你连很多汉文文献你也读不懂 就说钱大兴 他这个汉学他第一号了 但是他很多文本是看不懂的 为什么呢 因为里边有很多非汉语的东西 而这一套学问 就是正好是西方的很多汉学家他懂 像薄熙和这样的人 他懂 这个这个突厥文 他懂古灰护文 他懂藏文 他懂蒙古文 懂满文 所以他汉文里面出现了很多你看不懂的东西 他们能看懂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这个 富士年就说这个 我们中国人在汉学上面没有问题 但是在这个鲁学上面很成问题 就去除大陆的鲁 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中国的周边的这些民族 中国的士宜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是西方人厉害 所以整个这个中国的学问 他必须要把汉学和鲁学结合起来 才能是我们中国现代的学问 所以这个富士年当时建立这个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 他就是要把这个汉学和鲁学两个东西都结合在一起 所以建立成一种叫national philology 民族与文学 就整个在这一套学问里边 正好陈尹雀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学者 就他激通汉学 他刚才说了这个三百年来 这个汉学第一前大兴 那这个我们陈尹雀可以跟他平起平坐 一样好 但是在鲁学上面 本来只有外国人懂 中国人都不懂啊 现在出个成因去 你看汉学鲁学他都行 所以这整个在中国这个学界里边 他就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而当时这个因为中国这个一直在民国时期 我们今天讲民国富二民国风很厉害 可是民国实际上很悲惨的 这个国民政府成立没多少年就被日本侵略 日本侵略这个八年 甚至现在都十几年 从来就没过过好日子 所以当时这个这个边疆危机一直很严格 所以整个当时的中国研究 不应该只是研究汉学东西 也要同时研究鲁学的东西 所以他整个这个富四年建的这个 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 他就是汉学和鲁学并重 他要来建立一个民族语文学的这样一个框架 所以在这个时候陈尹雀回来了 陈尹雀他做的学问 你看他全是这样的学问 我来看这陈尹雀到底做什么学问呢 他是要取唐代突厥回护 土藩时刻来补证史诗 就在研究唐代的历史 你不能光看汉文文献 你要看人家突厥文的回护文的土藩 就西藏文的这些古籍 所以他开的什么课呢 他在清华开的福经翻译 东方学木路学蒙古原流研究 所以当时这些他的学生们都看不懂 他是中国第一个中国的懂繁文的 在教繁文的教授 可是在清华开不起来 在北大也开不起来 人家没人感兴趣 没人愿意学 都不懂 但他正好在这一套学问 给他奠定了他的这个学术地位 所以他做的这个研究 所以你看他主要做的有三个方面的研究 实际上一个是就佛教经典的研究 我今天讲叫佛教语文学的研究 他说这个中国人从这个唐朝以后 就没有人懂繁文了 没有人懂繁文 所以他从唐到鱼雀园今天为止 他们做的这套学问 就是注释的金刚经 比如说全是错的 全是很可笑的 因为他对这个语言也不懂 完全很多都是这个以额传额 张冠李戴 他根本说的不是 所以他要来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 把这个大宝基金 妙法莲花金 这些他把繁文本 藏文本 把汉文本来连起来做对看 对照研究来看 我们汉文哪里错了 我们怎么理解错了 所以当时和他一起 在北京的 就有一位这个 这个像白俄的 这个这个流亡的贵族 叫刚和泰先生 这位是一个当世界有名的一个 一个印度学家 佛教学家 后来他也曾经被 哈佛聘为这个中亚语文学的教授 但他当时坚持留在北京 建立了一个中国印度研究所 他就在十几年 这个和陈英雀他们一起来做这个 繁藏汉对刊的大宝基金和妙法莲花金 他来做这个文章 但陈英雀本人呢 他对真正的佛教的毅力 他没有兴趣 他有兴趣的是一些观念史 有兴趣的历史 有兴趣的民族的历史 他做了很多 你看他整个在陈英雀在海外学 花时间最多的 他实际上就学的繁文 可是他基本上没有用过繁文 所以他更有兴趣的 就是讲印度的 佛教的这个历史和他的观念 怎么影响中国的 所以他写了一些文章 三国志草丛画图与佛教故事 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的演变 他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做的这个研究 就是都是 当然说了不古不经 不中不息 但是一古一经一中一息 中国人其他以前的 没有人搞得懂的这些学问 他是做这样的一个学问 那么你看他做的佛教的学问 当时我们最近清华 我们也招了一个在海外 念印度学的博士回来 非常优秀 写了很多文章 写了很多书 但现在天天在担心一下 我这个能不能被清华 这个几年以后 就要清华要考察了 能不能真正会 拿到tenure 当这个常聘副教授 后来我说你应该有自信 这个陈颖确 这个当时在印度学上的这个学术 显然比不上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这个新的老师了 而且我说陈颖确一共在这个前十年的教授 他写的文章大概一共就几万字 你看他写的这些文章都是给某个人写一个拔 每个人写一个书后就像书评都很短 他讲的这些都是研究一些佛教经典的一些文本 但这些文本为什么厉害呢 正好那个时候都是在灯黄地方出土的那些佛教的文本 其他人不知道这些什么文本 这些大张经理没有 不懂 所以陈颖确拿来说这个是什么本质 这个他的繁文本原来在哪里已经出现过 我的老师已经在做研究了 这个本质为什么那么重要 他都是点到为止 有的文章几百次 最长的文章大概几千次 所以他整个这个前十年 就是到一直到三七年三六年 就是二六年回来 二七年第一次发表文章 到一九三千年离开北京 他发表的文章很少很长 而且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续拔类的这些文章 可是他他自己做了很多另外的工作 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印度学了解的话 印度学的这个最高的水准 就是说你印度学做的好不好 你必须要你做一个佛教的文本 一个繁文的文本拿来 你做一个critical edition 就是说这个所谓这个经教本 然后你对这个文本进行整理解读翻译 译注 陈颖确没有这样做 我们这个季仙怜先生也没有这样做 所以有一次我问这个 这个德国的一个一个印度学家 我说我们季先生在国际印度学家什么地位啊 他说没有地位啊 我都不知道他懂不懂繁文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这个中国学者的一些一些一些 这个就是最好的学者 在实际上在西方 他没有达到他们他们所所做的这种标准来做这个学问 但是他把这一套东西引进了中国 来用于中国的佛教文献的整理 所以这个陈颖确他曾经这个自己注视过就角度过这个高僧传 红明集 广红明集 甚至于用来角度这个汉文文就是历史文献 诗书新语 新武代史 新唐书等等 他做了很多这样的这个研究 但他没有真正做这个印度印度学的研究 那么陈先生他的学术地位 为什么学术地位高呢 他可以说他是今天的是我们这个就西域历史原研究 或者从具体说来 他的中国这个现代这个蒙古学 西藏学 西夏学 满学 突厥学的这个开创者 就在他以前 根本就中国就没有这种这一套的学问 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讲这个蒙古史 蒙古史在这个在陈颖确以前 我们有两个很有名的人叫图记 写了叫蒙尔死记 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叫柯绍敏 写了新元史 那这些书实际上就在学说价值毫无价值 为什么呢 他就是把原来的这个我们这个汉文文献里面 关于蒙古历史的这个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 因为但是在这个研究蒙古史 他必须要懂其他非汉语的文献 比如说蒙古文的文献 藏文的文献 特别是要懂这个这个波斯文阿拉伯文的文献 因为因为在当时这个就是这个蒙古是一个大帝国 除了元朝以外还有一个伊犁汉国 还有金藏汉国 伊犁汉国的有个宰相 他写了一套叫叫拉斯杜丁的史记 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蒙古 就元朝的历史记载 这一套书是就是跟他的重要性 甚至比我们这个汉语的原始更重要 为什么呢 他是第一手的 他不是一个后人编撰的 而且里面因为他是蒙古人蒙古族 这个跟直接跟蒙古族的交往 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写下来的东西 就非常重要 那这些东西我们以前人都不知道 就我们研究中国研究原始的人 包括钱大兴也不知道 钱大兴其实施加在阳兴路 很多是关于研究蒙古史的 这个在西方 而且在西方一批人有名的人在研究这个 所以他不光是薄熙和在日本的这个简奈 跟他们都研究 而在这个时候就陈英雀 他他懂波斯文 懂阿拉伯文 而且懂对这个西方日本人的研究非常熟悉 所以他写了寥寥的几篇文章 像元代的汉人一鸣考 林州宁夏榆林三城一鸣考 这些文章 尽管文章很少 他研究这个蒙古源流 可是在当时的这个 就是这个世界学术的这个范围 就在这个语境当中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一流的 入流的这个著作 完全就是把这个中国 以前这个传统的 这个蒙古史原始的研究 推向了到了一个 一个现代学术的这个过程 同时对西藏学也一样 所以他当时傅斯年 写这个史学方法概论的时候 就把这个这个说这个三百年来 就是为什么他好 他就写了 把这个傅斯年写的 就这个陈英杰写的篇文叫 土藩仪泰战谱名号年代考 所以说作为一个梵文 全文例出来 他为什么好呢 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汉语里边 写的仪泰战谱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是藏文原来是指什么 就在很多以前这个就 蒙古史书里边 蒙古原料里边的记载都是错的 但是这个陈英雀在当时 在看到了有一块 就唐波惠门碑 或者唐番惠门 就是唐朝和土番 惠门留下来的一个桑语的碑刻 所以他发现了这个仪泰战谱的 藏文的原来的名称 所以可以确定他的这个年代 确定他这个名字 所以他说你看这个三百年来 没有人做得出这个学问 只有陈英雀能做出来 所以这个就从 也是从现代这个藏学来看 陈英雀在中国是第一人 那他西夏文也是 我刚才讲了 正好在当时在到二十年代的时候 西夏文还没有真正被解读 西夏文是在 就在今天的这个 就所谓的黑水城 就今天内蒙古厄基纳 也是跟灯黄文献同年 1908年被发现 然后这些东西都被印到了 这个俄罗斯 最后这个西夏文的解读 主要是俄罗斯人开始 那么在这个时候 同时就是有些这个像西夏文 就在从这个北京的白塔 所以这个藏室的塔里面 发现的那个被这个德国人拿去了 德国人开始解读了 然后这个陈英雀也参与了这个解读 所以他当时知道了的一个学生 叫王静如 他们就开始来解读这个西夏文 所以他也是中国的这个 现代西夏研究 他也是第一人 所以这个他的学问 这个这个是在就是在这些地方 所以他但是这个陈英雀的研究呢 他并不是一个像西方人的今天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专业的印度学家或者藏学家或者西夏学家蒙古学家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一个专业的藏学家 比如像我啊 那我必须都要去来做大量的藏文文献的解读研究 如果你是印度学家 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做一个繁文文本的 做一个经教本给他的注释解读 做这个蒙古学家 做满学家都一样 但是这个实际上陈英雀他都没做这样的东西 我刚才说他是中国这些学科的创始人 但他自己并不是一个职业的这个一位这个就专业的语文学家 他实际上他更好的他是一个是一个一个汉学家 我会给他讲到这 就是说所以他所做的这套东西 就是如果说你是比如说这个蒙古学家 你会去研究元朝秘史 蒙古元流这样的东西 或者说是这个你去整理翻译这些书 但陈英雀没有 陈英雀实际上为什么说他是个语文学家 他实际上他最愿意做的 就是属于语文学当中的所谓这个文本批评 就文本对抗textual criticism 或者叫hiacriticism这样一类的研究 就对这些文本的作者来历成书和传播过程 进行细致的考究 考据并通过多余种文本的比较 来弄清文本中出现的各种灵物制度的语言和历史含义 构建历史 他是个历史学家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整个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可以理解这个陈英雀的这个学术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来说 把陈英雀放在一个世界的这个学术来讲 我的理解就是说陈英雀是我们中国学术的一个super hero 是一个超级英雄 但从这个全世界这个这个范围来讲 他并不是 所以因为你看他刚才说了 他跟他的老师学这个Luders 和跟他同学这个Vildschmidt 他们做繁文做印度学 他们的最大的贡献 是整理出图繁文文献 所以他们在这个学术在佛教史在印度学上都有很有地位 他们有 他另外一个比如说他这个跟这个做繁文 叫繁藏汉文佛教文献对抗的 就是这个这个刚和泰这个这个男爵 所以当时这个陈英雀在北京跟着这个刚和泰先生和一批 到后来都变成世界有名的大学者在一起读这个读书 就是这个Lessing 这个这个Veller 这个这个我这边列的这个这个Libbent 或者Kreo Kreo叫顾利亚是芝加哥大学汉语教授 这些人到后来多做了很多这个福经的对抗的这个研究 陈英雀没有 而这套这套学问到后来 这个中国有一位一个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学者 就是说这这这些就是如果说在世界上 印度学佛教学上比较有地位的 既不是陈英雀也不是纪线 而是这位叫林里光先生 这林里光当时是刚和泰先生的弟子 在北京跟他学繁文藏文 他最后他后来去了法国 跟这个戴米威先生和一个藏学家 开始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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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繁文的对抗 最后他写了写写了这个四本 这个著作就专门做这个福经对抗的 就这个到今天为止都是都是这个经典著作 而他但陈英雀他做想做的这套学问 可以说是这个非常这个这个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 所以到后来其实他真正继承他做这套学问的人 不是我们中国人是有一位日本学者 这个也很遗憾他这个去年一年早逝叫这个跟我们很熟悉叫星岛静智教授 就他后来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就是要把这个整个这个这个用梵文藏文 这个汉文这个福经来一一的对抗 来看这个大乘佛教怎么形成的 所以他的最大的贡献他后来对出来 就像这个这个这个陈英雀先生一直也想这样做的 他说我们讲的净土净土宗教这个净土中阿弥陀佛的这个实际上是 中国人故意的误解是翻译的错误 因为这个净净土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形容词和名词的意思就是干净的土地 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净土最后一块净土这个净土就是干净 这是Pureland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原来的净土的意思并不是Pureland 这个净是一个动词 就是用你的这个菩萨形 用你的凡形 用你的这个好的这些这些这个就是行为来使这块土地变得干净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叫星岛进去做了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研究 所以当时陈英雀想做的 那么如果说来跟这个其他的这些西域语文学家来比 像陈英雀也没法跟他们比 你看刚刚说的这个这个Friedrich Müller 他是个古回护文的这个这个佛教文献之专家 这个Hannish就刚才跟他同学 教他蒙古蒙古文和满文的 所以他们后来是一个伟大的汉学家 也是个蒙古学家满学家 这个然后当时西藏学家就教过他藏文的这个Frank 他们这个Greenweather后来包括他和他同时代的那些 法国的那些大学者们都是成为一个专业的藏学家 如果是既是汉学家又是这个西域学家的就是比如说Lessing 这个德国人后来是这个我们加州大学 Berkeley的大教授 有Demmy Way是法国的这个大教授 他们都是既做汉学也做藏学 所以都都非常有成就 但是这个陈英雀在这方面没法跟他们比 他真正可以跟陈英雀就是这个 他的学问的这个方法 最像的就是这个薄熙和先生 薄熙和先生就是这现在是 也是另外一个神话 这世界界的神话 他就是到现在为止 就是这个中国人喜欢排梁山排英雄排座子 不光中国人全世界人都喜欢 说世界汉学第一人是谁 说谁都人家都不承认 说薄熙和没人会说不 薄熙和世界汉学第一人 他为什么第一人呢 实际上他就是刚才他跟陈英雀是一样的 他既懂汉学又懂这个鲁学 又懂这个就西方这个这个就是西域中亚语文学 所以薄熙和的就是汉学的这个水准 他一点都不比任何中国学者差 所以他是这个这张照片上讲 他在这个敦煌那个长津洞里面 他把这个中国那些书都偷走了 偷走什么书呢 就是这个逼他先到的有个叫斯坦英 是英国人 斯坦英就是你给他什么他都拿走 这个因为他不懂 这个薄熙和他当时才二十几岁 他就去看他要挑选 他觉得这个书是重要的 这个版本是西建的 这个这个福晋哲大张经理没有的他才要 但是你想他当时他二十几岁 也当时不像我们今天有这个可以上网 可以搜一下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 可是他就把是灯煌的里面的各种文字的 汉文藏文 这个这个苏特文 最重要的东西他全被他抢走了 所以他到后来他写的这个为他写的这个书目 连法国人都不承认 不相信 他说这个这个人是他在一个大图书馆里面 查了很多书写出来的这个报告 他没想到他自己 在这个非常这个动画非常条件之中 他写的这些书多重要多好 那么所以他这个汉学他非常非常厉害 但另外一个好的 就是他什么语言都懂 就是这个连匈奴语他都懂 匈奴突厥 恢复 藏文 蒙古文 这个这个梵文 他都懂 所以他 他的这个 主要的他的这个贡献在好在哪里呢 为什么说薄熙和是世界第一号汉学家呢 实际上他甚至他都不是个汉学家 所以他在法兰西学院 他的这个讲 Chair Professorship 他是叫中亚语言历史考古学 所以他是世界汉第一号 他也是中亚语文学的这个大教授 那么他的这个这个整个最大的贡献 他就是说他是 他是最能读懂汉文文献的 汉文古籍的人 我刚才说了 钱大兴不一定都得懂 因为这个汉文文献里有很多胡人的 你去读汉书西域传 里面出现的各个各个名字都不是汉人 你怎么懂呢 薄熙和能懂 所以他就整个把这个汉文献的研究 放在整个亚洲其他 就是不管是这个印度伊朗语系的 上海语系的 阿尔泰语系的 和汉语系的 这些文字他都懂 所以他把这个汉文献放在 这些文本的这个基础上来阅读理解 而且呢 他就整个把这个文化也放在整个的这个 和亚洲其他这些文明的比较上来研究 他甚至和世界文明的这个比较研究 所以他到后来他研究马可波罗游记 研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这些活动 所以他整个把中国这个汉学研究 扩展到了一个 就不关是汉学也是鲁学 甚至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学术的范围里边 他来做这个研究 在这一点上 陈英学跟他非常像 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是他 陈英学的水平不如他 第二个这个这个这个 薄熙和的最大的学术贡献在哪里呢 就薄熙和就是在薄熙和以前 这个汉学研究有很多票有 他并没有把这个汉学 当成一个非常这个这个 像西方古典学 西方圣经研究一样的一种 重要的一种学术 所以他随便拿个本子 随便拿翻的对不对 他就开始在讲这个中国的这些事情 但薄熙和不是 我刚才说了薄熙和对整个中国的 这个书末文献 文献中国的这些这些文字学 性古学历史语言学 非常精通 而且他整个把这个整个西方 比如这个这个圣经研究 这个中世纪语文学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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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马史诗的这个语文学研究 这种这种水准 这个标准用到了汉学这个这个学术领域 所以把汉学也变成一个西方 这个语文学学术上面的这种标准 这个专业规范精致 这个角度来说 而且当然他他最厉害的就是历史语言学 这一点上实际上陈英雀也不行 他比如说这个我们出现汉语 这个原始里面出现某个词汇 这个词汇明显不是汉语 那是什么语呢 他有可能是梵文 有可能是蒙古文 有可能是藏文 有可能是维吾尔文 这个我们这个不懂这些文字的人 不懂历史语言学的人 都都不懂的 他只有现在钱大兴他都不知道 这个是谁知道是什么什么什么字 而薄熙和他都懂 所以他能够能够能够把通过这个历史语言学 叫声音刊同来还原这个字 因为当时他的中国汉语的古代运营也懂 如果我们今天比如说读到一个字 你理所当然的用今天的普通话来读这个对音 当然你就对的都是错的 所以这个薄熙和和这个陈英雀是 在学术上是最相像的 所以这个但是应该说这个薄熙和的这个学术水准 他的学术这个广播上都远远超过这个 这个钱大兴超过这个陈英雀 那么陈英雀就是说这个 我们说很多他的历史 作为一个学者 我们都说他是一个中国现代史上 现代史上不可超越的 实际上不是 就如果说这个他都现在 这个去年是纪念他去世50周年 现在是他已经在诞成130周年了 如果中国的学术到今天还没有超过陈英雀的话 那我们这几代人都白干了 几代人都都是太无能了 实际上并不是 就陈英雀他做的学术 他就是在这个西域语文学上的一个学术 实际上在40年代就被人超过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尽管同时代和这个他的这个传统学人里边 这个陈英雀读语文 所以跟他可以比的是王国伟 王国伟和陈元 王国伟陈元在汉学 这一点都不比他差 但在西学上面就不如陈英雀 但是在他的他所做的几个领域 现在40年代都被人超越 佛教语文学领域 就印度学的 我刚才讲的这个林里光 我们这第一个 这个诸法基奥经是法文写的四卷本 到现在还是一个在西方这个经典著作 这样的文本没有 在蒙元史西藏这个突接学上面 特别在薄熙和的那一套这个历史元学上面 这个韩汝林先生 他是这个薄熙和的清传弟子 完全超越这个陈英雀 如果你把他们两个人的文章去做比较的话 所以你能够读这个 这个韩汝林先生的陈吉三十三一考 蒙古士族杂技和土 土藩族王族又焕族 和他翻译的这个曲的清碑 这个图厥文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领域里边 他完全超越了这个陈英雀 那么西夏学 实际上这个王静如 是曾经得到过这个 这个谁这个陈英雀指导的 他是赵元人先生的学生 他在1936年 因为他在研究西夏学的巨大的成就 得到了法国这个汉学的最大的奖 儒联奖 就是说法国的汉学里边的诺贝尔奖 你看1936年得到的 并不是陈英雀 所以在西夏学 他完全也是超越了这个陈英雀 但是当然陈英雀 他并不是一个 就是他只是做这个的 因为陈英雀归根到底 他是一个中国这个 因为他的思想 实际上都是西方的 他的学说方法也是西方的 但他在中国的学说 他非常非常的通 所以他后来你看 他现在最被人称到的研究 实际上是中古史的研究 就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这是一本 但后来写的是柳如是笔传 所以这两本书 现在大家讨论最高 应该说最代表他学说成就的 因为他到40年代以后 他基本上他不做这个西域研究了 因为这些东西 他觉得他 已经后代已经超越他了 而且他也没有在跟西方 尽管他以前学的多这东西 他已经脱离了当时和西方 最好的学者对话的这个语境 所以他现在回过来 他来做这个隋唐史 中世纪史 那么所以他这一套书 就是这个在这个学书上 地位非常高 可以说这个中国后来的隋唐 就中古史的研究 是在他这个书的启发上 这个出来的 因为他这个学书研究 是他的想法和他的 他的这个方法 多跟传统的中国研究 这个中国史不一样 那么现在这个被人说的最多 实际上我想大部分人 也没看懂的书 就这个柳如是笔传 这柳如是笔传 实际上是这个陈英雀 在他已经到了 这个这个就眼睛也瞎了 到了没法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他开始来写这个 就是前前一的 这个后来的妾后来的太太 曾经做过妓女的 这么这么叫何东军 这个柳如是的一个传记 他实际上这个也是跟 这个陈英雀个人的这个 这个兴趣爱好 他也是一个一个很有名的作家 是一个诗人 所以他你看他的序 就是说他这个年纪轻的时候 他读前前一的诗能读懂 读柳如是的时候读不懂 他觉得柳如是学问太好了 就到最后到了这个他的晚年 他觉得我也没法做任何学问了 他后来甚至上课也不能上了 所以他在当时在他的这个一个助手的帮助下 他写这个柳如是笔传 但这个柳如是笔传实际上并不是一个 真正我们讲的为一个女人去写一个传记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个传记 他就是对他的诗文的一个见证 就是用这个语文学的方法 以他的博学 对这个柳如是写的这个 这些诗歌文字给他做一一的 这个这个做就像我们传统的给他做注解 然后来理解这个柳如是到底当时他是想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想 他的生平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和前世纪关系像是一个很难很难读的一个书 像但是是一个一个语文学的这个这个作品 他还写了这个于白 员白诗见证稿这样的 所以我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 就是这个我这基本上的一个一个对他的这个 作为从学术上 我们不谈他的人格不谈他的这个这个就这个神话 和他的他的这个后世的影响 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学术来给他总结的话 我觉得陈英确是中国现代印度学 佛教语文学和西域历史语言研究 特别是西藏学蒙古学西夏学研究的开创者 他成功的把世界汉学和中亚语文学研究的先进方法 和前沿成果引进引到了中国 是促成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之现代化的重要人物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傅斯年 但是陈英确是中国学术的一位超级英雄 他的学术偶像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他与佛学和西夏语文学领域的学术成就 也很快就被中国的学术后辈们超越了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吧 先我留点时间跟大家交流一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沈教授 非常精彩的一个讲座 那好 那我们剩下的时间看一看 有没有哪位观众想提一些问题 好 那这里就是这个 廖生诚老师他有一个问题向您提问 是陈的隋唐研究跟其他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 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这个我的能力不够不能回答 但因为正好昨天我们在北京大学 这个人文研究院 我们做了一个一场关于陈英雀的一个专长的这个报告 其中的一位老师就是北京大学现在这个教授 路阳教授他做了一个题目专门讲 就陈英雀的隋唐史的研究 所以他他里面就是这个 因为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的同意这个路阳老师意见 但是基本上也同意 就是说他有两点 一个就是说他对这个隋唐的研究 和这个这个就是以前以往的传统也就不一样 他是把整个这个就是这个唐朝放在一个 就是刚刚看薄熙和一样的 放在一个就在中国的或者亚洲的其他文明的 这个交互当中的这个这个这个交互影响的 这个这个视野中间来做的 所以他对这个这个就是李唐家族的 这个非汉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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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统 和他与此带来的这些在在思想上或者这个观念上 和统治理念上的不一样 所以他就特别的这个这个重视 另外一点呢就在这方面就以前都没有的 就是说所以他对这个这个唐朝和西域的这些交流 他特别重视 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 就他认为这个陈英雀的个人的这些学术风格 所以影响了这个他对这个这个历史的研究 就知道当然他是从保义上来理解的 实际上陈英雀他是确实是一个一个天才 他有很就是研究其他东西一样 他有很多的fantasy 就是跟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就是我们读书 可能就做研究是去读很多书 然后来做一个总结归呢 那陈英雀是很多他已经有这种很多特别的想法 所以他想到想到以后他再去去升文周纳 再去找资料来验证 所以他是这个他所以举了他有对这个 很多他就像这个佛教的观念 熏习啦这样的这样的东西来理解的 所以他他这个而且他是这方面的这个这个能力 就是说因为他的渊博可以给他很多 可以想象的这些东西 他超越了一般的西方的语文学和中国传统的这个 这个研究 他确实我不是研究这个专家 因为我对他的了解就是在他1940年代以前的研究 就他和他学的研究 那正如就像您说的就是像陈英雀的研究 他可能基于他个人他本身的这个经历 以及他的一贯的这个学思 他可能从一个更宏大的更宏端 更宏观的一个比较大的格局 来考量具体某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学术内容 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位老师向您提问说 陈老师谈到陈先生是诸多鲁学的开创者 能否介绍一下后代学者对其传承和发扬 我刚才说了就是他在那些领域里边 就是实际上是在40年代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我刚才说的这个 林李光 韩汝林 这个王静如他们超越了这一套东西 但是那很遗憾的是 就这个传统并没有被真正的被继承下来 所以到这个就是中国解放以后 就这个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到台湾以后 我们很多这个历史学家们就开始放弃了 所谓这个语文学的传统 他不再做这个像陈英雀他们这样的学问了 其实到今天来讲在很多领域里边 就陈先生当时在可以说他有这个 用着我们今天一个俗话 就有话语权的这些领域里边 中国学在法域都失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研究敦煌的 研究这个就是我们只是对汉语文献 比较这个研究比较好 但对非汉语的胡语文献 中国依然处于一个落后的地位 远远不如当时陈英雀 是他所能达到的那个随者 是这样的 那这的确是非常的遗憾 虽然说关于他的这个传承 还有发扬 可能在目前为止我们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至少说陈英雀先生 他留下来的一些著作呢 我们还可是通过阅读 来了解他的一些思想 但是这里呢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陈英雀先生 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 那么这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阅读 可能是会比较困难 那就像您说的可能近年来呢 陈英雀关于他的学术啊 他的思想这样研究 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 那么如何能让更多的 更年轻的人去了解他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这样著作 可以来读呢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大部分人 谈的陈英雀 都是把它当成一个神话来谈的 我相信大部分人 没有去看过陈英雀的东西 因为陈英雀的东西 没有那么容易看 就我刚才讲的那些 就是他的专业的论文 更不用说 就是他写这个隋唐的 写这个柳如式B传的 不是一般人都能看得懂的 就陈英雀的他的这个 就是为什么他就厉害 他就是汉学这套东西 他是无私自通的 你看他在海外学习 他从来没学过这些东西 但是他对这个中国这些 就是传统这些文学 这个历史 甚至哲学的那些理解 那些文本的了解 很难人达到他这个程度 叫陈英雀的思想和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学术方法 都是西方的 但他对中国那一套 这个传统的学术 包括他自己写诗歌写文章 就有几个人真的能读懂他的那些诗歌 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厉害 所以他整个就是说 这是不光是陈英雀的问题 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学术上是一个 是一个断层了 就我们现在多少人能看懂这个 这个文言文的 或者甚至繁体字 就我因为那时候我刚回国的时候 我习惯于这个写繁体字 因为在海外以前 以前写文章都是在台湾发表 所以都是用繁体字写的 后来去做报告 我这个做PPT用繁体字 叫学生抗议 他说陈老师你为什么用繁体字 所以他现在是这些 很多就更不用说能够看懂 这个陈英雀的这些东西了 所以这是需要 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回归国学 这个应该就是说是 我们在重敬陈英雀的时候 应该呼吁的一个东西 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 尽管这些东西 他并不是他 他这个就是在西方学的 或者他的学术研究的主要的东西 但是今天为止被人那么崇拜 也是因为这个 所以他在中国这套东西 他太了解了 对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在某种程度上 陈英雀的这个思想 还有他的这个学术的发扬和传承 遭遇到了一个断层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近几年 陈英雀这个研究的 一个热潮的回归 他某种程度上 其实他是一个 一个一个召唤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断层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 我们来回归国学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要 我们要来看怎么引导了 就如果给我两分钟 我可以讲这个 就是我们最后这个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我刚才说了 为什么陈英雀的这个 他的热 对他的这个这个崇拜也好 这个热潮也好 很多是非学术的 而且是非观这个这个陈英雀的学问的 很多来自就是说我们对他的一种一种一种 就是这个projection 对他的对他的一个想象 imagination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包括他的他的学术 就是他都他学术好好在哪里 不知道 那么那么 就是说这个一个最大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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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 陈英雀最为人推崇的 也是我们当代的这个知识分子 最喜欢经济最精进的到一个东西 就是陈英雀的独立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今天显然是把他看成是一个一个他的一个政治态度 就是说你看我们知识分子要保持我们的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想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讨论 但实际上 他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想在陈英雀这里是一个学术的东西 嗯 他就是是一个一个最早就是一个语文学的精神 就是spirit of philology 为什么这样说呢 也是就是一个传统人文科学 是人文学术的一个一个基本的精神 就在这个现代这个modern humanity建立以前 这个传统的就是我们是精学神学 我们是佛教学啊 就是说上帝说的 这个这个孔夫子说的 这个佛说的都是正确的 我们只是给他解释 我们不能违背他 是吧 这个这个所以这是一套传统的经验哲学的东西 神学的东西 但到了现代人文科学不是这样 现在就是我们要用用读懂这个文本 我们来读圣经 圣经到底这个圣经是上帝说的呢 是耶稣传的呢 还是各个作家来创造的 每个作家自己写的 这个文本为什么这个文本不一样啊 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呀 所以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凡书来读 所以我们可以真正读懂他 他到底说的什么意思 他说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所以只有在这个精神之下 我们才可以有我们独立的精神和自由之一 我们的思想就不会被上帝 不会就被佛被孔夫子牵住了 所以这个就是从斯宾诺莎开始 就是现代语文学的 他斯宾诺莎写一本书 叫神学与正体 他实际上就讲就是说 如果能够这个用语文学的方法来解他 这个书就是来解读圣经的 圣经这个说的是不对的 那个不是上帝的话 那个是谁哪位作家说的话 所以这样以后 他说才能创造一个民主自由的这个政体 所以他是从这里来 所以这个是跟现代性有关 现代性不就是独立自由民主吗 这个是完全是一个西方的思想 而且在陈英雀这里边 是一个他的学术精神 他并不是他的一个政治态度 他当时为了首先的时候 他因为在他经常跟学生这样讲 你要好好读圆著 你要读懂这个文本 读懂这个文本 真正理解这个文本以后 你才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不然的话 你就被书牵着鼻子走 你就完全去相信这个书了 这是不对的 这是这样的 那么您刚才就提到了 就是像陈英雀先生 他的这个思想 他其实就是 是一个西方学术思想 这样的一个来源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是 西方近自近代以来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中国当下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建立和传承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 就在陈英雀这个年代 就是说这个西方 比如说汉学研究 对中国的影响得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说这个整个就是陈英雀 就傅思念所建立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他叫这个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他是就是这个是历史和语文学的研究 所以这一套东西 实际上整个就是薄熙和做的那套学问 所以他要把薄熙和这个学术方法 他这个学术传承 拿来引进到中国 通过他的这套方法来改造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 所以要打破经学 打破这个神学这种传承 所以我们建立起我们现代的人文科学研究 所以他这个历史研究所 实际上是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所 所以当时影响很大 那么到今天呢是另外了 就是西方也改变了 西方实际上到后来的这个汉学研究 像汉学研究已经不存在了 它是一个区域研究 area studies 它是把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来研究 因为它政治经济 现在所以它很多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了 所以汉学的地位越来越影响大 当然这个就是西方的这套东西 对中国影响太大太大 大到就是说这个 就中国的学术很多都是跟着西方学的 所以为什么是我们中国的学术离成英雀这个学术 越来越远呢 因为我们学习了西方这套 我们都是按照美国这套做法 要有宏大叙事啊 要有一个palladime嘛 要有一个narratives啊 都是跟他们学的 就是说实际上真正的这个人文科学 人文学术应该回归到成英雀他们那个时代 按照他们那样的做法 嗯 这是我的想法 那好 那这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由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所引申的 那您刚才所说就是可能现在在世界范围内 汉学已经渐渐的被地域性的研究所取代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今天我们课题所讲的这个汉学 现在是否在我们学术领域还存在 或者说它已经细分到我们地域研究中的哪一点 或者是说它融入到了哪样一个篇章 就是它现在是在中国包括世界是怎么样发展的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我正好在那个上个月吧 所以我是忘了就写了一篇文章 在上海上海书评上发表的 就在现在中国那个蓬派网上发表的 就叫叫非旅非马的汉学家 和半调子的区域研究 我就正好是讲这个问题的 就为因为当时就是从50年代开始 当时有个美国有一个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 叫Edward Sheffer 他就写了一封公开信 他就说他是号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自动的放弃 汉学家那个称号 因为因为汉学家现在变得不能不累了 为什么呢 这里边有好多原因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美国二战以后就开始做这个区域研究 按照区域来分 把原来的汉学就变成中国研究了 这个就是这个佛教 这个佛学研究变成佛教研究 或者说这个 那这一下以后就他的重心就转移了 他对他研究不再是从语言和文本来开始 而是更多用理论啊 用现实调查啦 社会学的这种方式来做了 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汉学就不存在了 而且另外一个是就是说在汉学和语文学的 汉学的这个年代 实际上就是一种语文学的研究 所以那个汉学家你用研究这个文本是历史的 就是历史学家 研究这个文本是文学 就是文学家 研究这个文本是哲学的哲学 他不分这么仔细的专业的 但到今天就都变成了这个你或者是你在文学系 或者你在历史系 或者你在哲学系 他都是分开的 所以这样一下呢 就是这个汉学家的这个 就是说因为这个区域研究 因为这个学科的分类 实际上汉学就变成了在各个系科里面 单独的发展了 真正作为一个整体的汉学 基本上是不存在了 所以像德国欧洲还保留汉学的这个教职 所以他就变得不能不累了 你看一个汉学教授 他位置很高 他对中国什么都要懂 实际上他不可能什么都懂 所以这个应该这个是学科的分支 所以我一直在号召 我说要回归语文学 你不管是什么学科 回归到语文学的研究 做文本的研究 正确的阅读文本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个跨学科的 你可以把很多学科还连在一起 回到你是陈英雀 他都是研究文学的 研究哲学的研究历史的 他什么都做什么都研究 他最好的称呼 他是一个语文学家 他是一个汉学家 或者一个中亚语文学家 所以我在回归 要号召要回归语文学 但是并不一定 真的会如我所愿 我想这个因为区域研究 这种社会科学方法 这个理论的这个诠释 这个美国的影响太大太大 那所以我们到最后 其实又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个原点 就是陈英雀和他的语文学研究 那么语文学研究呢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是 现在我们区域性研究的一个最根本 就是你把语文学研究 这个领域 你可以把它掌握得很好 那么同时区域性研究 就也可以就是同时展开 所以呢 这就是语文学的这样的 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对他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一个 如果是modern humanity 就现代人文研究 实际上是必须就是一个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必须是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富士年建历史语言研究所 就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是一个科学的理性的研究 所以他这个就是你要超越 这个神学经学的研究 他是这样的 所以但是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研究就慢慢的 偏向于社会科学化了 所以他就不是从一个 就是以前的汉学家 必须要懂汉语很好 你会越会越多文本啊 那现在是这方面 反而变成次要的了 这是不对的 是这样子 你要研究中国 你首先还是要从语言 这个文本开始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 沈教授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包括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提问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 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 来继续帮大家来提问了 那么关于沈教授 还有哪样的一些 学术研究和著作 我相信大家可以从各种渠道 来找到沈教授的一些 其他的演讲 包括他发表的文章 好 那么在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再做一个小预告 今天呢 我们沈教授讲的这个内容 其实刚才沈教授 已经提到了这一个人 就是我们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 他就是我们下一次演讲的主题 那我们下一次演讲呢 会在美东时间 美国东部时间 7月11号晚上8点到9点半 就是和这次一样 也就是北京时间 7月12号上午的8点到9点半 如果对这一个领域非常感兴趣 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我们下一次 也是如约守候 我们来一起分享知识的力量 谢谢大家